當你轉篇文章的時候 有些人會加你的好友 有些人會加你的好友喔 我現在追蹤人數已經快八百個人了 可是有些人追蹤人數一千、兩千個翻頁 四千、五千個 在臉書可以加五千個好友 如果你做任何生意 不管做太陽明、房地產 如果你臉書有五千個朋友 最少你的影響力是五千個人 你發一篇文章 可能同時間五百人看到 如果你臉書只有三百人 你發一篇文章只有三個人看到 如果你臉書只有兩個朋友 你發一篇文章就是他們兩個看到 因為他們兩個都過來按讚 那你發文章是你們兩個看到 我賣太陽明、你也賣太陽明 你臉書可能就兩個 我賣太陽明、我臉書我有五千個 我一發有五百人看到 范陽吉最近又搞了一套什麼東西 范陽吉最近又搞了哪個狀態 欸,那人買好像不錯 欸,有沒有朋友要買透天啊 你賺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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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買這透天趕快聯絡我 都會發這種釣魚 知道釣魚到三萬 你發那種訊息啊 說不定真的有人問你 你那房子在哪 就過去看一下 啊,在彰化家的道附近 我就知道 這話是15492號 可以過來這邊看房子 可以發這種釣魚到嗎 那你有騙他嗎 沒有啊 好,我們最後一分鐘 兩分,一分三十秒 我們拆解一下 為什麼太陽的發電源 可以讓你創造雷同房地產的好處喔 一千萬根據我們的經驗 每年應該要一百萬 一百萬不要花 五十萬拿去發 另外五十萬呢 留下來繼續做第二次的太陽的投資 我鼓勵你去做第二次的太陽投資 你今年領到的錢 五十萬拿去花掉啊 對啊,拿去花掉 就這樣五十萬你不要花掉 我們要再投資啊 台積電賺的錢是通通發鼓勵嗎 買更好的設備啊 立付下一個世代的投產啊 iPhone還會再跟你買i10啊 怎麼現在對 所以你準備哎哎哎哎呀 目的i10準備啊 你再弄個生產線 不管我不跟你買啊 我不跟三星買啊 這五十萬啊 再投個去一次 我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來開 你今年投了明年產生 五十萬好處 那剩下五十萬你明年產生五萬塊的好處 那你第三年賺到了五十萬的好處呢 你第四年會有五萬塊的好處 再加這五萬塊 第五年五十萬好處呢 這個你的 這個五萬 五萬 再五萬 你這樣呢 你這樣加一個發現 你的生命會這樣 前十年每年以五萬的數目加 維持著高遠期之後呢 可是高遠期大概十年 所以我慢慢下去 這大概十年 前十年每年都要持續合資 看這中間會有 比很多錢很多錢 慢慢減少 一二十年 第三十年的時候 你的收入就慢慢變 可是中間嘛 你還再加另外一劑五十萬 五十萬可以 五十萬可以 二十年 到這邊就慢慢變成 這個理論就是叫正 也不用跟客人講這下 總之這個理論最後可以再領回一千萬 就是把你的五十萬再領回一千萬 多多的 對客戶來講多多的 那這電站可以直接投資 就是你有一千萬 我幫你找 你有一千萬的獎金 三百給你 改篩下去 一千萬 那如果你自己覺得啊 你不會弄我們 以後可以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 我明年會設一個新的公司 太陽能投資公司 你就來入股我們太陽能投資 入股太陽能投資 我們會募一個 大概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 太陽能投資 招股東進來 一咖五百萬一千萬 你各位就是 當然的股東 比如你是一千萬 我們四個人 湊一個四千萬的 太陽能電債公司 都在股東名測裡面了 這個錢呢 沒有人有權力動 我們譬如說你是董事長 你佔五十趴 而且你這兩 你這三四咖 都歸五百嘛 你佔五十趴 那我們這邊佔四十趴 那我們這邊佔四十趴 要不然你就董事長 我推舉一個總基地出來 你們電債公司 委託我們 經濟能源幫你找屋頂 幫你做完 所有的後續工程 扣完我們 不說經濟能源啦 你們電債公司 直接持有電債 那我們是幾個人 幫你工作的人 你就給我們薪水就好 我們有小秘書 有快計 有財務什麼的 扣完這些人的薪水 剩下股東們 我們通通拆分 依照股份分錢 維修保養 都購掉之後 其他照股份來分 這個可以避開 各位出門去賣開行業的時候 會有比價的 那種麻煩的事情 我們做高端特務 反而不用比價 反正我們就是 幫這些老闆做事 找案子 對 不用比價 反正我幫你 你確定要投資的一一一的話 我到外面去找三家公司 來比價 我們 我們由我們公司自己來 好嗎 你就可以比到 品質最好 價格最 實在的 價格出來 變中間 對啊 我們 我們以前是做仲介 我們現在來到電視的公司 裡面 我們核資一間公司 我們在外面蓋房裡的中間 角色變化一下 這生意有很大 還是 鼓勵各位 從明天開始 今天晚上開始 出門 出門 就談一千萬的生意 最差一千加五六百七八百 打電話 就專門打 所有 高鐵區的地主 台中市店面的老闆 屋主 騰本一樣掉出來 沒騰本 請仲介幫忙 給他們說 仲介以前都會掉整個區 三萬塊 五萬塊一樣掉等 跟他買啊 如果你有來源的話 我來跟他買啊 我買整個台中市 西屯區 所有屋主的 騰本資料 一萬兩萬三萬都可以買 名冊都可以買 買來幹嘛呢 以前的騰本上面有沒有地址 那就厲害了啊 中港屋整條街店面的地址 名冊上面都有地址 你覺得呢 下一步咧 下一步咧 以前我們做房地址 最屌的就是一男一女男 開著車 就開到地主家門口 欸欸欸欸 阿伯你 你原來的 五倍每個 每天問三個五個也重嘛 一定重啊 可不可以這樣 把中江頭所有店面的房東的 找中間跟他談 有沒有名冊拿來賣 你不想說人家名冊放的沒用啊 你自己拷貝一份 你拷貝一份 你拷貝給我就好了嘛 拷貝還可以賣錢耶 買的到嗎 買的到啊 錢的問題而已 重點是有地主名冊 有店面老闆的地址 沒電話沒關係 有地址 先有Google 反查 會彈出人名的 你要相信我 你要有地址 你反查要彈出人名 還要彈出電話號碼 有夠神奇的 這個獅子會符文社名冊拿到之後呢 先查Google ABC有些公司會彈出股東名冊 你知道嗎 這樣股東再Google一次 名字Google一次 會彈出電話號碼 很神奇就是這個 Google太神奇了 商業登記私查一查 什麼都有資料 那我剛剛講的這一件事 你們來執行一下 把我們店面的老闆 如果他持有店面持有10年20年 你覺得他有沒有錢 老闆啊 店面持有10年20年 那根本就是有1塊的嘛 2塊3塊喔 那他有沒有想說 下一個投資標的 他說我從假的 大概500間在收出 蛤 這不棒 那我現在有個套房要賣 有1000萬套 年收5萬 年收50萬 你跟他聊嗎 他有興趣啦 入片啊 巨石引爆 給他一個投資建議 投資方向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超過6分鐘 今天的內容還可以嗎 以後我們這種課程 因為我們大老遠來 一趟也不容易啊 小朋友說啊 不遠喔 走習慣 可是習慣是習慣 還是需要各地 本地的朋友幫忙 課程不錯 產業面不錯 可以持續長久 10年的一個產業 邀請你的朋友 來到這個產業 沒有騙人 沒有廠人 不偷人 這產業本身就是一個 跟房地產保險業 有非常正相關 好 房地產 我們用房地產解釋 我們邁向融系統 它是不是20年的合約 有沒有上儲蓄險 有沒有上保單 要約你的保險朋友來到這裡 你跟他說我有個保單啊 這個 蹲腳 1000萬 我的客戶現在都透過這樣來做解稅 蹲腳1000萬 年年050萬 20年期滿之後 還可以領我1000萬的版本金 我寫下來讓你們記得住喔 因為我天天唸 這張保單 蹲腳1000萬 年年0 50萬 20年期滿 還本金1000萬 保險公司的人看到 他說 你那哪一間 你看我們公司的啊 台電很瘦 台電很瘦 哪有台電很瘦 我聽過台電很瘦 我聽過台電很瘦 我聽過河布金 臭很瘦 我聽過土地銀行很瘦 我聽過台電很瘦 你來你來你來 我來你來 房地產 來增援他 保單 保險年增援他 太相關了 這些人都對數字很敏感 保單 因為今年率定率率要調整 所以明年保單越來越貴了 廚育選越來越賣不動了 20年期 誰要買廚育選呢 好嗎 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可以再講一個一次我講話 就換一個題目 是 你有沒有收穫啊 蛤 你一個禮拜第一次有沒有收穫 有啊 你為什麼你來到台南 沒有想念 蛤 好嗎 有啊 這樣子 你怎麼沒有 都會有寬佛 一起跳 好嗎 你好